上帝的创造真伟大 上帝的作为真奇妙 上帝的慈爱真丰富 愿我们一起在 儿童善心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儿童圣经故事 救恩之宣广播中心剧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 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 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 天父上帝 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 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 我是下凡哥哥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 还记得耶夫他因为自己的诺言 就把女儿掀机了吗 虽然他是说到做到 对耶夫他来讲 心里还是非常的难过的 这时候的耶夫他 那个得胜的快乐 实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但不论如何 他总是担起了保卫 和带领以色列的责任 这样的伤痛 只好放在心里了 就在他预备 好好整顿自己的心情 管理以色列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件事让耶夫他大发雷霆 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就在耶夫他以快速的部队 打击亚门人的大军的时候 没想到 以法连人 这时候才准备作战 他们度过约旦河 这场仗其实已经打完了 耶夫他已经在安排 许多善后的事情 伊法连来到了萨芬 看到这个情况 很生气地对耶夫他说 耶夫他 你就这样绕过边境 去打亚门人 竟然没有等我们一起去 哼 你这骄傲的家伙 你看我们 把你和你的房子都给烧掉 要好好的教训你一番呢 耶夫他可不是被吓大的 听了这些人的叫嚣 他冷冷地对他们说 我带着我的同胞去跟亚门人作战 不是没叫你们来支援 那个时候 你们没有半点动静 既然你们不来 眼看时机就要过了 我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攻打亚门人 天父上帝使我打了胜仗 现在你们来这儿 跟我兴师问罪 搞错了吧 耶夫他最后这一个大声 可是紧盯着这些来的 以法连首领 接着 耶夫他大手一挥 赶住了这些首领 接着召集激烈所有的居民 准备要去跟以法连人作战 这些以法连人虽然被轰了出去 可是却四处地说 他们这些住在以法连 和马拿西境内的激烈人 不过是一些以法连的逃兵 都是废物 没有真的能够打仗的 这些话可是传进了激烈地 和耶夫他的耳中 话没传多久 耶夫他就带着他的族人 一举打败了以法连人 以法连人四散地逃难 而激烈人直接就看守 约旦河的几个渡口 防止以法连人逃跑 但是因为都是以色列人 要怎么分辨呢 于是就有人发现 听口音腔调就可以分辨出来 他们就看如果呢 是有以法连人的逃兵 要渡河 激烈人就问他说 你是以法连人吗 如果那个人回答说不是 他们就让他念 是波列 因为以法连人 发音的强调关系 一定会说成 西波列 这样激烈人就可以 很快地抓住 以法连的逃兵了 这个时候 耶夫他 他的这群 利林好汉的个性 可都出现了 他们抓到 是直接就处决这些逃兵 这场惨烈的战斗 让他们杀了以法连人 将近有四万两千人呢 这件悲惨的事件过去了 以法连人从本来 人多势众的骄傲当中 一下子打进了谷底 耶夫他又接下来 做了以色列人的逝世 大酋长 一共六年 他就逝世了 就把他葬在激烈 他的家乡 当耶夫他死了以后 接下来有 伯利恒人 以比赞 做过以色列人的逝世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当时他为了把 各部族的力量 结合起来 就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别的宗族 又从别的宗族 为自己的儿子 娶了三十个媳妇 这样连结起来 整个以色列 十二个职派的关系 这位以比赞 做逝世大概七年 他过世以后 就葬在自己的家乡 伯利恒 接着就是西部伦人 以伦他成为 以色列的逝世 他一共担任逝世 十年的时间 之后他过世了 也是葬在自己的家乡 西部伦境内的 亚亚伦 在以伦以后 是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 亚顿 他成为 以色列人的逝世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他们其七十匹旅 为亚顿 在各处管理 各个部族 他担任以色列的逝世 一共八年的时间 他过世以后 也葬在 亚马利人山区的境内 算是 以法连山区的 比拉顿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死后 他们也都是 落叶归根的 这也表示 他们是安享了天年 这个观念 跟中国人 很接近 也很相像 经过这些个逝世的带领 百姓平静地过了好多年 可是一旦逝世过世了 这些新的一代 又开始自己乱来了 以色列人这下又得罪了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就认他们被菲利斯人统治了四十年 终于有一个弹支派的人名叫马努亚 他住在索拉城 这个城的名字就是小的意思 因为他的妻子不能生育 所以一直都没有小孩 天父爸爸的天使有一天就向他的妻子显现 对他们说 天父爸爸知道 你不能生育 没有孩子 但不久 你就要怀孕 会生下一个儿子 但你要小心 千万记得 从现在开始 淡酒 烈酒 你都不可以喝 任何礼仪上规定为不洁净的东西 都不可以吃 这是因为 你要生的儿子 是要来解救以色列人 脱离菲利斯人的 他要从出生 就献给天父爸爸 所以不可以剃他的头发 也要遵守一切的诫命 这个女人听到这里 就赶紧跑去告诉他的丈夫 跟他说 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 向他显现 容貌看起来就像是天使的样子 让人看了很害怕 可是这个女人却忘了问 他是从哪里来 以及天使叫什么名字 接着 这个女人就把天使对他说 他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的事情 还有那些不可喝浓酒 烈酒 这些不可以做礼仪上规定 不可以做的事情 都一并告诉了他丈夫 于是他的丈夫马诺亚 就向天父爸爸祈求说 天父爸爸 求你让那个拆派来的使者 再一次回到我们这里 教我们该怎么样 照顾这个即将出生的小孩吧 果然天父爸爸 听了马诺亚的祈祷 有一天 这个女人在田边坐着的时候 天使又回到他面前 可惜 他丈夫马诺亚 却没有在身边 他一看到 又赶紧跑去找他的丈夫 说天使已经来了 叫他赶快跟他一起来看 这个天使 马诺亚立刻起身 跟他的妻子一起回去 一到那个使者的面前 就急忙问他说 你是像我妻子 说过话的那位使者吗 那个人回答说 是的 马诺亚接着就对他说 你所说的那个孩子 出生之后 他该过怎么样的生活 又该做些什么呢 这位天使就照着他 跟他妻子说过的 强调他的妻子 在怀孕的期间 也一定要遵守那些规定 比如不可以吃葡萄做的东西 也不可以喝淡酒或烈酒 还有一些礼仪上的龟条等等 听到这里 马诺亚还是搞不太清楚 他只是天父的使者 还对他说 请别走 我们烧一只小山羊献给您吧 天使对他说 不 就算我要留下来 我也不吃你的食物 如果你要烧化献祭 就该把它献给天父爸爸吧 马诺亚接着还想要问天使 叫什么名字 想说将来还可以还愿 天使却不说 只说他的名字是充满奇妙的 要他记得 是天父为他们做的 于是马诺亚就带了一只小山羊 含一些古物作为素祭 放在石头的祭坛上 献给行骑士的天父爸爸 眼看着火焰从祭坛上升的时候 马诺亚和他的妻子 就看到天父爸爸的天使 从火焰当中升了天 马诺亚这下真的搞清楚 这个人可真是从天上来的天使呢 赶紧和他的妻子爬在地上 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天使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马诺亚的孩子这么麻烦 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吗 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儿 下次可别忘了 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我我你你你 爱小爱小小我你我我你 他爱小爱小我我你你的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 sociedade小爱小爱我你你 好 你就